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些碑石唐朝放在哪呢 放在当时的国子建最高的学府 所以每次考试之前 很多各地而来的学子就经常到国子建聚集在这些碑石这 往上看 往下看 看到这 哇 这块说的真精彩 跟我讲的不一样 拿一个纸踏一踏 古代他真的就把它当作一个实用的教材 铺纸拍墨踏印回家学习 因为当时各个省各个地区 他的教科书不一样 皇帝一下令把所有的教科书全刻在这个房间 一千一百多年过去了 一辈不少全在这